港股 港股我覺得是很淡的 現在等於一次2000年加一次03年 再加一次08年的三合一 還有我覺得中國的問題是 你的屬於市場的金融是距離了 我們十幾二十年來講 買中資股的經驗是非常之差的 今年為何會這麼壞的原因 當你的價值移動過了大半年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很大機會是差不多 變成我覺得大紀律應該會有 絕對更正的回復 2022年初至今 恆指累積下錯大約1成2 內地上證指數都累跌超過1成 下半年市況是否仍然難捱 或可以迎來逆轉性呢 人稱英Sir的本地著名基金經理王國英 上半年閉關後再度開刊 英Sir認為中港股市仍然難捱 反而上半年表現更加頂的美股 英Sir就預期差不多見底 港股我覺得是淡的 現在等於一次2000年加一次03年 再加一次08年的三合一 中國的問題是你本地的財政 其實是財政增加了 而延伸出來的產業影響其實都非常大 亦都沒有想過有甚麼特別大方法暫時可以解決 英Sir所說的港股面臨的三合一股災危機 即是情況好像2000年方網股爆破 2003年SARS疫情 再加上2008年美國樓市爆破的混合體 而市場最新面對的內地樓市危機 英Sir亦都直言未想到當局可以怎樣解決 因為它不像我們用狂印銀紙走出困局的方法 即不是跟2008年美國解決的方法一樣 變成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筆確定性很高 還有另一點就是對於高普投資者來說 其實你中國是屬於可買可不買 又不是說你好像美股那麼墜腳的 說真的 At the best 其實就是我們回復2015年之前 你在一個非常大的range 裏面 不一定有些穩定 即是你可能是18,000至22,000 或者18,000至23,000 或者低一點16,000至22,000 這樣的string法 至於內地股市 英Sir就以佩塞來形容 即是個ris 都仍是很大 然後因為選擇不多 其實就可能令到個別股份是會比較強一點 即是這個有少少所謂現實胡孝 也會繼續有機會中國出現 轉股方面就可能你會縮得很少 還有你當中國是一個配賽 即是不是一個主力的 即是Portfolio的主力 我們十幾二十年來講 買中資股的經驗是非常之差的 過去這大半年來講 其中一個就是輸導人死的 就是那些中國的jump bond 變立了一個很negative experience 以及一個fusion 座的credit 在那裏 變成我覺得你要解決這個問題也不容易 還有我覺得那些人都會看回你 長期間來講 始終你人口老化、小子化 這些問題都會衍生下去公司那裏 那你只是靠Portless Easing 其實就講不通的 還有你不是說美國那種Portless Easing 你是說你是很克制地Portless Easing 我覺得會是 所以我不是覺得很大機會中國會跑贏 相對來說 上半年表現更加差的美股 英sir就繼續投下信心的一票 是會好一點的 因為就剛才講過 雖然你說有些是可能到resection 因為你那個 Yield curve inverted Long-term bond就不跌 就上回來一些 Yield不升 然後再加上commodities 下了很多 其實都是resection的樣子 但是怎樣都好 那另一點就是Investion 的確有些Picking side 還有你看到最近 其實就算ARKK在低位都抽得非常之行 那我覺得reseptice其實是好一點的 Index應該希望見底 今年為何會這麼壞的原因 除了你說negative factors之外 其實我們是高台跳稅的 就是我們是經過了2020年的pumping 就是整個system 變成你那些股票和散戶衝進去 變成你一個高台 變成它下來的空間 那個resection depression 就是多些 那個空間是 但是有很多發展其實是沒有停的 而那些大公司其實在一個 在一個衰的環境之下 它的優勢是再大一些的 無論你請人也好 租地方也好 什麼也好 收購也好 其實都更厲害了 當你的resection depression 是過了大半年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很大機會是差不多 大機率就應該會有 absolute positive return 去4000樓上 收的機會是大些 想知道在下半年 中港股市仍然向淡 但是美股或者會有改善的情況之下 應該怎樣選擇板塊個股 就記得Like這條片 和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下一條 英Sir的分析片段了